好 下面我们来看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 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呢 与政府会计的共性就体现在非盈利性 所以相对于企业会计呢 它的会计要素里是没有利润的 民间非盈利组织的会计要素呢 是包括资产负债 净资产 收入费用 和政府会计的财务会计要素是一样的 好 来看民间非盈利组织概述 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它是以全责发生制为会计核算基础 第二呢 就是采用历史成本计价的基础上 又引进了公允价值计量 因为民间非盈利组织 比如说我是一个慈善基金 那慈善基金呢 如果捐钱的话 好 我捐一万块钱 这知道是一万块钱 但是我如果捐物了 怎么记账呢 那就得按照公允价值 所以它在历史成本的基础上 又引入了公允价值 第三 由于民间非盈利组织 资源提供者既不享有组织的所有权 也不取得经济回报 比如说我捐钱了 捐钱了 我资源提供者 我捐钱了 我是资源提供者 我不享有组织的所有权 也不取得经济回报 因此呢 其会计要素 不应该包括所有者权益 还有利润 而是设置了净资产这个快计要素 好 来看民间非盈利组织的快计要素 民间非盈利组织的快计要素呢 分为反映财务状况的快计要素 和反映业务活动情况的快计要素 反映财务状况的快计要素呢 包括资产 负债和净资产 快计等式 资产减负债等于净资产 反映业务活动情况的快计要素呢 包括收入费用 快计等式呢 就是收入减费用 等于净资产变动额 也就是说 这个民间非盈利组织 它的快计要素 包括什么 包括资产 负债 净资产 收入和费用 民间非盈利组织 对于各项收入 应当按照是否存在限定 区分为非限定性收入 和限定性收入 基因核算 什么是非限定性收入呢 非限定性收入 比如说 我给这个慈善基金 对吧 捐了一万块钱 捐一万块钱呢 随便干什么 你看谁需要 你又给谁 这是非限定的 什么叫限定性收入呢 好 我捐了一万块钱 这一万块钱呢 就是帮助失学儿童的 那这就是有限定的 对吧 这就有限定条件了 那么如果这个资产提供者 对资产的使用 设置了时间限制 或者是用途限制 或者是这两个都设置了 则所确认的相关收入 它就是限定性的收入 那比如说用途限制 我占这一万块钱 就是给失学儿童的 除此之外的 其他收入呢 为非限定性的收入 好 我们看这道 20年的多选题 民间非盈利组织 按照是否存在限定 将收入区分为限定性收入 和非限定性收入 在判断收入 是否存在限定时 应当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考虑两个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用途 所以答案是A和B 民间非盈利组织 对各项收入 应当按照是否存在 限定区分为 非限定性收入 和限定性收入基因核算 如果资产提供者 对资产的使用 设置了时间限制 或者用途限制 或者是两个都设置了 或者设置了时间和用途限制 则所确认的相关收入 为限定性收入 除此之外的 其他收入呢 是非限定性收入 好 再来看19年 这道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民间非盈利组织 会计要素的有 民间非盈利组织 会计要素包括资产 负债 净资产 收入费用 那找呗 那就是收入和费用 所以这个答案是A和B 民间非盈利组织 会计要素 划分为反映 财务状况的会计要素 和反映 业务活动情况的会计要素 反映财务状况的会计要素 就是资产 负债 净资产 反映业务活动情况的 会计要素 就是收入和费用 所以就是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还有收入和费用 好 下面我们来看 民间非盈利组织 特定业务的会计核算 首先来看捐赠业务 捐赠业务呢 比如说这个民间非盈利组织 它是一个慈善基金会 那捐赠业务 别人给它捐钱 这就属于捐赠业务 首先来看捐赠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对于民间非盈利组织 接受捐赠的现金资产 那就是按照 实际收到的金额入账 因为现金资产呢 这个金额还是好确定的 捐一万块钱 那就是一万块钱 对于民间非盈利组织 接受捐赠的是非现金资产 比如说 接受捐赠的是短期投资 存货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如果捐赠方提供了凭据 比如说提供了发票啊 报告单啊 有关的协议啊 合同啊 应当按照凭据上标明的金额 作为入账价值 如果凭据上著名的金额 与受赠资产的公允价值 相差比较大 比如说 这个发票上 写了一千万 就是给的这个东西呢 也就值一百块钱 那么与公允价值相差比较大的话 受赠资产呢 应当以它的公允价值 作为其入账价值 如果捐赠方 没有提供有关的凭据 没有发票 没有合同 没有报官单 那受赠的资产呢 就以它的公允价值 作为入账价值 民间非盈利组织 接受捐赠资产的有关凭据 或者是供允价值 如果是以外币来计量的 那我们要给它折算成人民币 应当按照取得资产当日的市场汇率 将这个外币金额 折算为人民币金额进行计账 当汇率波动比较小的时候 也可以采用当期期出的汇率进行折算 对于民间非盈利组织 接受非现金资产捐赠时 发生的应该归属于其自身的 相关税费运输费 应当记录当期的费用 借记 筹资费用 代记 一项存款 为了对捐赠进行正确的核算 民间非盈利组织应当区分捐赠和捐赠承诺 捐赠承诺是指捐赠现金或者其他资产的书面协议 或者口中约定 捐赠承诺不满足非交换交易收入的确认条件 什么叫非交换交易呢 非交换交易捐赠就是一种非交换交易 我要捐钱 我要捐钱 你并不给我发货 我只是有这个义务给你付钱了 但是我没有拿到什么权利 我只是有付出 没有回报 所以捐赠这就是非交换交易 那这种非交换交易 有捐赠得到什么时候能确认呢 真金白银 这个慈善基金会 真金白银收到捐赠款 或者收到捐的物的时候才能确认 如果只是承诺 无论是书面的协议 还是口头的约定 都不能予以确认 为什么呢 这个捐赠有的时候 这个在实际的业务当中也经常出现呢 比如说有的企业 或者有的明星 说我捐一千万 怎么怎么样 结果等到要钱的时候 这个明星说 我现在我也没钱呢 一千万捐不了了 我就捐十万块钱吧 或者有的企业 我要捐一个亿 结果跟他要的时候 这个企业说 我现在现金流也不好 特别困难 那这个就是什么 承诺 由于它并不是一个说 我花钱买的东西 它是一个是 只有义务 没有权利 只有付出 没有回报 所以它如果只是承诺阶段的话 这个它是不能确认收入的 就后面它给不给 那都不一定 所以民间非盈利组织呢 对于捐赠承诺 不应该予以确认 但是可以在会计报表付诸中 做相关的披露 那需要注意的 劳务捐赠 也是捐赠的一种 也就是捐赠人 自愿的向受赠人 无偿提供劳务 民间非盈利组织 对于其接受的劳务捐赠 也不予确认 劳务捐赠 比如说 一个明星 跑到农村 或者跑到一个希望小学 去给那贫困儿童 去讲一天课 那你说那个明星 如果他出去演 出去演节目 演一天的话 那可能是一两百万 那你说他去这个贫困山区 给这个山区的孩子讲课 他这一天 劳务捐赠 你按照一两百万 合适吗 不合适 那因为劳务捐赠呢 没有办法具体确定 他的价格 没有具体确定 他的金额 所以呢 劳务捐赠不予确认 但是应当在 会计报表付诸中 做相关的披露 也就是说 捐赠承诺 和劳务捐赠 不应该确认 捐赠收入 好 我们来看 捐赠收入的核算 捐赠收入 是指民间非盈利组织 接受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捐赠 所取得的收入 应当根据 相关资产提供者 对资产的使用 是否设置了限制 那这个限制呢 包括时间和用途 划分为限定性收入 和非限定性收入 分别进行核算 一般情况下 对于无条件的捐赠 民间非盈利组织 应当在捐赠收到时 确认收入 那么对于 负条件的捐赠 应当在取得捐赠资产的 控制权的时候 确认收入 你看 这个无条件的时候 什么时候确认收入啊 在收到的时候 在收到的时候 如果是负条件呢 在取得这个 控制权的时候 确认收入 或者是板上钉钉了 才能确认这个捐赠收入 但是当民间非盈利组织 存在需要偿还 全部或者部分捐赠资产 或者相应金额的 限时义务时 应当根据需要 偿还的金额 同时确认一项 负债和费用 好 我们来看相应的账务处理 接受捐赠时 按照应该确认的金额 借记 现金 银行存款 短期投资 存货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债权投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 代记 捐赠收入 看上它是限定性的收入 还是非限定性的收入 进入不同的科目 对于接受的 负条件的捐赠 如果存在 需要偿还全部 或者部分捐赠资产 或者相应金额的 限时义务时 比如说 因为无法满足捐赠所付的条件 而必须将部分捐赠款 退给捐赠人时 按照需要偿还的金额 借记管理费用 代替其他应付款 那怎么还会有偿还的时候呢 我这个慈善基金会 我就是搞这个捐资 怎么还会把这个钱再还回去呢 比如说 我给一个慈善基金会 我捐一笔钱 我说这笔钱是干嘛的呢 这笔钱是捐给我母校的 在我母校的这个上学的学生 如果这里面有特别贫困的这个钱 给他们 结果 我的母校呢 现在呢 上学的孩子全都特别有钱 全都是这个 生活特别富裕的 没有一个是生活困难的 那他这个钱他就捐不出去了 这个钱捐不出去了 我这个是负条件的呀 他就满足不了这个条件 满足不了这个条件 我当时也说了 如果说 有这种生活特别困难的 贫困的学生 把这个钱捐出 如果没有的话 你再返回给我 那这个时候 他就不满足 这个无法满足 捐赠所付的条件了 那就得退款给我 退款给我的话 他就是借记 管理费用 代替其他应付款 如果限定性的收入的限制 在确认收入的当期得解除 那应当将其转为 非限定性的捐赠收入 那就是借记 捐赠收入 限定性收入 代替 捐赠收入 非限定性收入 期末呢 借记 捐赠收入 限定性收入 给他截转到 限定性精子产当中 对于非限定性的收入 借记 捐赠收入 非限定性收入 代替 非限定性精子产当中 期末截转后 捐赠收入科目 应该没有余额 好 我们看这道例题 二某22年2月1日 某社会团体 收到假企业捐赠的款项 协议规定 假企业向该社会团体 捐赠5万元 应当在协议签订当日 转入这个社会团体的 银行账户 该社会团体 应当将这笔款项 用于某项学术课题 这个是对用途进行了限定 所以这个对于社会团体的 这项捐赠收入 它是属于限定性收入 那账户处理呢 就是借银行存款5万 代替捐赠收入 限定性收入5万 好 我们再来看这道例题 二某22年6月16日 假基金会 与一企业签订了一份 捐赠协议 这个协议规定呢 自二某22年7月1日 至二某22年12月31日 一企业在此6个月的期间内 每售出一件产品 即向假基金会捐赠一元钱 以资助贫困人员的医疗救治 好 对这个用途有限制 所以这个是属于 限定性的捐赠收入 款项将在每月底 按照销量计算后 汇至假基金会银行账户 同时以企业承诺 此次捐赠的款项 不会少于100万元 并争取达到150万元 根据此协议 假基金会在二某22年7月底 收到了一企业捐赠的款项 是20万 那什么时候确认这个捐赠收入啊 真金白银收到的时候 前面签合同签协议 这说的都是什么 这都是捐赠承诺 在捐赠承诺的时候呢 是不能确认捐赠收入的 只有这个钱 真金白银到账了 才能确认为捐赠收入 假基金会应该做如下的账户处理 二某22年6月16日 不满足捐赠收入的确定条件 不需要进行账户处理 二某22年7月31日 按照收到的捐款金额 确认捐赠收入 借记仰存款20万 代记捐赠收入 限定性收入 因为限定了用途了 就是对贫困人员的医疗救治 所以是代记捐赠收入 限定性收入20万 二某22年8月至12月 每个月底 分别按照收到的捐款金额 确认捐赠收入 账户处理和 这个7月31号的账户处理 是一样的 就是看具体的金额是多少 好 再来看这道例题 二某22年8月24日 某基金会与乙企业 签订了一份捐赠协议 协议规定 乙企业将向这个基金会 捐赠10万元 其中9万元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儿童 好 也有了用途的限制 1万元用于此次捐赠活动的管理 款项将在协议签订后的20日内 汇制这个基金会的银行账户 根据此协议 二某22年9月12日 这个基金会收到了 一企业捐赠的款项10万元 二某22年10月9日 该基金会将9万元 转赠给数家贫困地区的小学 并发生了8000元的管理费用 也就是说 这个总共10万块钱 有9万是要捐的 然后有1万是用于此次捐赠的活动的管理 但这1万没用了 就用了8000 二某22年10月14日 该基金会与一企业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 协议规定 此次捐赠活动结余的2000元 由这个基金会自由支配 该基金会应该做如下账务处理 在二某22年8月24日的时候 还不满足捐赠收入的确认条件 不需要进行账务处理 二某22年9月12日 按照收到的捐款的金额 确认捐赠收入 借记银行存款10万 代际捐赠收入 限定性收入 因为用途限定了 代际捐赠收入 限定性收入10万 二某22年10月9日 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 确认业务活动成本 借记业务活动成本 也捐出去了9万 然后为这个捐赠 还发生了活动费用 借记管理费用8000 代际银行存款9万 二某22年10月14日 部分限定捐赠收入的限制 在确认收入的当期 得以解除了 也就是剩下这2000块钱 人家说了 你们自由支配吧 所以限定解除了 将其转为 非限定性的捐赠收入 那就是借记 捐赠收入 限定性收入 代际捐赠收入 非限定性收入 2000 好 我们再来看这道理题 二某22年9月12日 某基金会与一企业 签订了一份捐赠协议 协议规定 一企业向这个基金会 捐赠50万元 用于成立一项奖学金基金 用于成立一项奖学金基金 这个也是限定用途了 款项将在协议签订后 30日内汇制这个基金会的银行账户 自第二年开始 每年以基金利息奖励 一企业所在城市的前10名优秀学生 未经一企业允许 不得动用这个基金本金 具体奖励的金额 由双方根据累计基金利息 定行商定 根据此协议 二某22年9月30日 这个基金会收到了 以企业捐赠的款项50万元 该基金会应该做如下账务处理 在二某22年9月12日 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 这个时候还不满足 捐赠收入的确认条件 所以不需要进行账务处理 在二某22年9月30日 按照收到的捐款金额 确认捐赠收入 借记仰存款50万 代计捐赠收入 限定性收入50万 好 再来看这道例题 二某22年12月31日 某民间非盈利组织 捐赠收入科目的账面余额是42万元 其中 限定性收入 明细科目的账面余额是30万 非限定性收入 明细科目的账面余额是12万 二某22年12月31日 该组织将捐赠收入科目的 各明细科目的余额 分别转入了 限定性经资产和 非限定性经资产 那就是把限定性的收入转到限定性经资产 非限定性收入转入非限定性经资产 借记捐赠收入 限定性收入30万 代计限定性经资产30万 借记捐赠收入 非限定性收入12万 代计非限定性经资产12万 好 再来看受托代理业务 受托代理业务呢 是指民间非盈利组织 从委托方收到受托资产 并按照委托人的意愿 将这个资产转赠给指定的其他组织 或者个人的受托代理过程 那受托代理业务呢 就是这个民间非盈利组织啊 比如我给他一万块钱 给他一万块钱呢 这一万块钱 我是有明确的用途的 我这一万块钱呢 你帮我捐给谁呢 帮我捐给张三 特别明确 特别明确 我把这个钱给到 这钱不是给你的 这钱我是让你帮我给张三 这个就叫做受托 受我的委托 然后代理把这个钱捐出去 然后有具体的明确的受赠人 好 来看受托代理业务的界定 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规定的受托代理业务 是指有明确的转赠或者转交协议 或者虽然无协议但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业务 第一呢就是民间非盈利组织 在取得资产的同时 既产生了向具体受益人 转赠或者转交资产的现实义务 不会导致自身净资产的增加 也就是说 我给你这十万块钱 不是给你这个民间非盈利组织的 我是让你给到张三的 给到张三的 那么当你拿到这十万块钱的时候 你就产生了一个义务 你就产生了一个义务 所以呢 对于这个民间非盈利组织呢 它不会自身净资产的增加 不会导致自身净资产的增加 第二 民间非盈利组织仅起到一个中介 而非主导发起的作用 它只是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 帮助委托人将资产转赠 或者转交给指定的受益人 这个是指定的具体的 并且没有权利改变受益人 民间非盈利组织 它是不能自己改变受益人的 也没有权利改变资产的用途 第三呢 就是委托人已经明确指出了具体的受益人 我是委托人 明确指出这钱就是给张三的 明确指出具体受益人 这个个人的姓名 或者受益单位的名称 包括从民间非盈利组织提供的名单中 指定一个或者若干个受益人 比如说这个我想帮助一个贫困山区的小孩上学 好 我跟这个基金会或者这个慈善基金会跟他说了 我说我要帮助一个这个贫困山区的小孩上学 你有没有这个名单 好 他给我这个名单 我说好 我就帮张三 然后我这个钱的就通过你 就给张三 这也是具体指明了 具体指明了受益人的 好 再来看受托代理业务的核算 民间非盈利组织需要设置两个会计科目 也就是受托代理资产和受托代理负债 这两个是同时存在的 也就是当民间非盈利组织收到这个的时候 他就是受托代理资产增加 同时就增加一个负债 同时增加了受托代理负债 民间非盈利组织收到受托代理资产时 应当按照应确认的受托代理资产的入账金额 借记受托代理资产 代记受托代理负债 当然呢 这个通过受托代理资产核算的时候呢 往往是非现金的资产 往往非现金的资产 比如说我捐一批笔记本电脑 借记受托代理资产 他收到的时候 借记受托代理资产 然后代记受托代理负债 在转赠或者转出受托代理资产时 应当按照转出受托代理资产的账面余额 借记受托代理负债 代记受托代理资产 好 我把这个笔记本电脑给到他 我说这个笔记本电脑啊 我就是捐给张三的 然后他把这个捐出去了 那就是这个负债就没有了 相应的资产也没有了 借记受托代理负债 代记受托代理资产 收到的受托代理资产 如果是现金 央存款或者其他货币资金的 可以不通过受托代理资产 这个科目来核算 而是在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科目下 来设置受托代理资产 这个明细科目来进行核算 也就是如果收到的是 现金银行存款的话 那就在现金银行存款 下设一个二级科目 受托代理资产 民间非盈利组织 从事受托代理业务时 发生的应该归属于 其自身的相关税费 运输费等应当记录当期费用 借记其他费用 代记一行存款 好 我们看这道例题 2022年12月10日 假民间非盈利组织 以民间非盈利组织 和丙企业 共同签订了一份捐赠协议 协议规定 丙企业将通过 假民间非盈利组织 向以民间非盈利组织 下属的十家儿童福利院 附有具体的受赠福利院的名单 所以这个是非常确定的 捐赠全新的台式电脑 80台 每台福利院是8台 每台电脑的账面价值 是11000元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业务 是丙企业 将通过谁呢 通过假民间非盈利组织 向谁呢 向以民间非盈利组织 下属的十家儿童福利院 去捐赠 那这个假在这里面 就是啥呀 它就是一个中介呀 它就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 丙企业呢 应当在签订协议之后的 10日内 将电脑运至 假民间非盈利组织 假民间非盈利组织呢 应当在电脑运抵后的 20日内 派志愿者将电脑 送至各福利院 并复作安装 二某22年12月18日 并且按照协议规定 将电脑运至 假民间非盈利组织 假设 截至二某22年12月31日 假民间非盈利组织 尚未将这个电脑 送至各福利院 不考虑其他因素和税费 假民间非盈利组织 应做如下账务处理 首先根据协议规定判断呢 此项交易 对于假民间非盈利组织呢 属于受托代理交易 属于受托代理交易 这是丙企业 这是假 这是乙 假就是起个中介的作用吗 这是起个中介的作用吗 所以它是受托代理吗 它把这个给到 十家儿童福利院 还有具体的名字 二毛二二年12月18日 收到电脑的时候 借记受托代理资产电脑 88万 总共是80台吗 一台是这个11000 所以是88万 然后代记受托代理负债 88万 假一收到资产 有了一个资产 但是这资产不是你的 你是要把它转赠出去的 所以这个马上就要增加负债 代记受托代理负债88万 另外 假民间非盈利组织 应当在二毛二二年 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中 单设 受托代理资产和 受托代理负债项目 金额都是88万 同时应当在 会计报表辅助中 披露这个受托代理业务的情况 好 再来看这道例题 二毛二二年 12月1日 假基金会与仪企业签订了一份捐赠合作协议 协议规定 仪企业将通过假基金会向炳学校捐款20万元 这协议规定怎么规定的 仪企业通过谁啊 通过假基金会向炳学校捐赠多少 捐赠20万元 这是委托人 然后呢 这是受益人 假在中间呢 起到一个中介的作用 一企业应当在协议签订后的5日内 将款项会往假基金会的银行账户 假基金会应当在收到款项后的10日内 将款项会往炳学校的银行账户 二毛二二年12月5日 一企业按照协议规定 将款项会制了假民间非盈利组织的账户 二毛二二年12月12日 假民间非盈利组织按照协议的规定 将款项会制了银学校 假设不考虑其他因素和税费 假基金会应该做如下账户处理 首先根据协议的规定判断 此项交易中 对于假民间非盈利组织呢 是属于受托代理交易 在二毛二二年12月5日 收到银行存款时 借记银行存款 由于他收到的是钱 收到钱呢 那就借记银行存款 二级科目 来个受托代理资产 二十万 代记受托代理负债 二十万 二毛二二年12月12日 转出银行存款的时候 借记受托代理负债 二十万 代记银行存款 受托代理资产 二十万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汇费收入 汇费收入呢 是指民间非盈利组织 根据章程等规定 向会员收取的汇费 民间非盈利组织 为了核算汇费收入呢 应当设置 汇费收入这个科目 并在汇费收入科目下呢 设置 非限定性收入的 民息科目 就是看的是不是 有限定用途 如果说没有限定用途 那就是非限定性的收入 如果存在限定性的汇费收入呢 还应当设置 限定性收入这个明息科目 在会计期末 民间非盈利组织 应当将汇费收入科目中的 非限定性收入明息科目 当其代方发生额 转入到 非限定性经资产当中 然后明息科目 限定性收入这个明息科目呢 代方发生额 转入到 限定性经资产这个科目 期末节转后 这个汇费收入这个科目呢 应该没有余额 好 我们看这道例题 某社会团体 按照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 汇费收缴办法的规定 该社会团体的单位会员 应当按照上年度主任业务收入的 千分之二 缴纳当年度的汇费 个人会员呢 应当按照每年缴纳200元的汇费 每年度汇费呢 应当在当年度的1月1日 至12月31日缴纳 当年度不能按时缴纳汇费的 将在下一个年度的1月1日 自动取消这个会员资格 假设二某22年1月至12月 该社会团体 每月呢 分别收到单位会员汇费 是30万 均以银行存款转账支付 个人会员汇费呢 是5000 均以邮局汇款支付 该社会团体应该做如下账户处理 借记银行存款 30万 借记现金 就是用这个邮局汇款呢 原来就是现金 借记现金5000 代计 汇费收入 非限定性收入 单位汇费是30万 个人汇费是5000 好 再来看这个例题 二某22年12月31日 某社会团体 会费收入的科目的账面余额是16万 均属于非限定性收入 将这个会费收入的科目的明细科目余额 转入到非限定性金资产 因为都是非限定性的嘛 那就是借记会费收入 非限定性收入16万 代记非限定性金资产16万 好 再来看业务活动成本 业务活动成本是指民间非盈利组织 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目标 开展某项目活动 或者是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为了核算业务活动成本 民间非盈利组织应当设置业务活动成本这个科目 民间非盈利组织应当结合具体的情况 在业务活动成本科目下 设置相应的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 此外呢 如果民间非盈利组织 接受了政府提供的专项资金补助 可以在政府补助收入 限定性收入科目下设置专项补助收入来进行核算 同时在业务活动成本科目下设置专项辅助成本 归及当期为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发生的所有费用 民间非盈利组织按照规定出资设立其他民间非盈利组织 我是一个民间非盈利组织 我又设立了一个民间非盈利组织 应当记录到当期费用 具体记录哪里呢 如果设立的是与实现本组织业务活动目标相关的民间非盈利组织 就是我设置这个呀 和我的这个业务是相关的 那么这个出资的金额呢 记录到业务活动成本 如果设立的与实现本组织业务活动目标不相关的 就它跟我这个业务啊没啥关系 那么相关的出资金额呢 记录到其他费用 发生的业务活动成本 借记业务活动成本 代记现金 银行存款 存货 应付账款 会计期末将业务活动成本的科目余额 转入到非限定性净资产当中 因为业务活动成本都是花了的钱嘛 花了的钱它就是没有啥限定性了 所以借记非限定性净资产 代记业务活动成本 好我们看这个 二某二二年8月5日 某社会团体对外出售杂志2万份 每份售价是10元 款项已于当日收到 假定均为银行存款 每份杂志的成本是8元 假定销售符合收入确认条件 不考虑相关税费 那就确认收入呗 按照配比原则 在确认销售收入时 应当截转经营的成本 那就是借记 养存款20万 代记商品销售收入20万 然后借记业务活动成本 商品销售成本16万 就每一本是8元吗 2万份那不就是16万吗 代记一个存货16万 好 再来看这道例题 二某22年12月31日 某民间非盈利组织 业务活动成本的科目的 借方余额是28万 那给它转到 非限定性精子产呗 借记 非限定性精子产28万 代记 业务活动成本28万 好 再来看净资产 那净资产呢 分为限定性的净资产 和非限定性的净资产 民间非盈利组织应当设置 限定性的净资产这个科目 来核算本单位的限定性净资产 并可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 和实际需要 在限定性净资产科目下 设置相应的二级科目和明星科目 期末截转限定性的收入 借记捐赠收入 限定性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 限定性收入 代记限定性净资产 好 我们看这个例题 二某二二年十一月五日 某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 获得了一笔两万八千元的捐款 捐款人呢 要求将这个款项 用于奖励这个学校 二某二二年度 科研竞赛的前十名学生 也就是有一个限定的用途了 二某二二年十月五日 收到捐款的时候 借记亚航存款两万八 代记捐赠收入 限定性收入两万八 二某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将捐赠收入 截转到限定性净资产当中 借记捐赠收入 限定性收入两万八 代记限定性净资产两万八 好 再来看这个例题 这是接着上一个例题的 这个民办学校呢 在二某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又得到一笔 一百二十万元的政府 十波补助款 要求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这是政府给的 该民办学校应该做 卢下账务处理 二某二二年十二月七日 收到补助款的时候 借记银行存款一百二十万 代记政府补助收入 限定性收入一百二十万 然后到年末十二月三十一日 把这个政府补助收入 截转到限定性净资产当中 借记政府补助收入 限定性收入一百二十万 代记限定性净资产一百二十万 大家看限定性净资产的重分类 如果这个限定性净资产的限制 已经解除了 应当对净资产进行重新分类 把这个限定性净资产呢 转为非限定性的净资产 那就是借限定性净资产 代记非限定性净资产 好 我们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呢 是接着例题33的 假设这个民办学校 在二某二三年十月 将二某二二年收到的 两万八千元的捐款 以现金的形式 奖励给了科研比赛的 前十名学生 你就已经奖励了 那已经奖励了 就没有限定性了 该民办学校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记业务活动成本两万八 代记现金 那这个钱都已经花了 它就不是限定性了 所以给它转到 非限定性净资产当中 借记限定性净资产 代记非限定性净资产 两万八 好 再来看 非限定性净资产的核算 民间非引力组织呢 应当设置 非限定性净资产这个科目 来核算本单位的 非限定性净资产 并可以根据 本单位的具体情况 和实际需要 在非限定性净资产科目下 设置相应的二级科目和明细科目 期末 截转非限定性的收入和成本费用项目 把这个捐赠收入 汇费收入 提供服务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 投资收益 其他收入当中的非限定性的收入 转到非限定性净资产当中 同时呢 把这个相应的成本费用 也转到非限定性净资产 借记非限定性净资产 代记业务活动成本 管理费用 筹资费用 其他费用 非限定性净资产 这个科目的代方余额 反映民间非盈利组织 历年基存的 非限定性净资产的金额 还有呢 就是限定性净资产充分类 如果限定性净资产的限制已经解除了 那应当对这个净资产进行充分类 把这个限定性净资产 给它充分类为 非限定性净资产 好 我们看这道例题 二某21年2月4日 某基金会取得一项捐款是70万元 捐赠人 限定将这个款项 用于购置化疗设备 给限定了用途了 二某22年1月12日 某基金会购入设备 价值是68万元 二某22年2月19日 经与捐赠人协商 捐赠人呢 同意将剩余的款项 省了2万嘛 剩余剩下2万 留归这个基金会自主使用 那这个限定性的就没有了 该基金会应该做如下账目处理 二某21年的2月4日 取得这个捐款的时候 借记银行存款70万 代记捐赠收入限定性收入70万 二某21年12月31日 将这个捐赠收入截转到 限定性经资产当中 借记捐赠收入限定性收入70万 代记限定性经资产70万 二某22年1月12日 购入设备 借记固定资产68万 代记银行存款68万 由于这个捐赠的限定条件已经满足 应当记录这个限定性经资产的重分类 那就是借记限定性经资产68万 代记非限定性经资产68万 二某22年2月19日 将这个限定性经资产进行存分类 就剩下2万呢 这个没有限制了 留着你自己用了 那就是借记限定性经资产2万 代记非限定性经资产2万 再来看调整以前期间的 非限定性收入费用项目 如果因调整以前期间的 非限定性的收入费用项目 而涉及调整非限定性经资产的 应当就需要调整的金额 借记或者代记有关科目 代记或者借记 非限定性经资产 好我们看这道理题 二某22年5月16日 某基金会发现 上年度的一项无形资产 贪销5000元 没有记录 那就少贪销了5000元 少贪销5000元 也就是无形资产 多记了5000元 该基金会应当追溯调整 二某21年度业务活动表中的 管理费用 调增5000 但是二某21年 现在是二某22年呢 那二某21年的管理费用在哪 在非限定性经资产当中 然后减少非限定性经资产的期出 那就是5000元 该基金会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记非限定性经资产 期出数5000 代记无形资产5000 好再来看这道2018年的单选题 下列各项非盈利组织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是 A 捐赠收入于捐赠方 做出书面承诺时 确认捐赠承诺 不能确认捐赠收入 捐赠收入的是什么 板上钉钉了 钱真的打给我了 才能确认捐赠收入 对于捐赠承诺的话 只是承诺 是不能确认捐赠收入的 所以这个不正确 B 如果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 受赠的非现金资产 按照名义价值 名义价值是一块钱呢 不是按照名义价值 按照什么 按照公允价值 所以B错误 C收到受托代理资产时 确认受托代理资产 同时确认受托代理负债 这个是正确的 收到受托代理资产的时候 借记受托代理资产 代记受托代理负债 D 接受劳务捐赠 按照公允价值 确认收入 接受劳务捐赠 不确认捐赠收入 所以这个正确的是C 选项A呢 一般情况 对于无条件的捐赠 民间非营利组织 应当在捐赠收到的时候 确认收入 对于负条件的捐赠呢 应当在取得捐赠资产 控制权的时候 确认收入 选项B 如果捐赠方 没有提供凭据 受赠的非现金资产 非现金资产 按照什么 按照公允价值入账 选项D呢 接受劳务捐赠 不予确认 好 这就是咱们本章的主要内容 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 我们介绍了 这个政府会计的概述 包括政府会计的标准体系 政府会计的核算模式 政府会计的要素 及其确认和计量 政府财务报告和决算报告 那这里政府会计的要素 我们要知道 政府会计 包括财务会计要素 和预算会计要素 财务会计要素呢 是包括资产负债减 净资产收入费用 然后预算会计要素呢 是预算收入 预算支出 预算结余 然后我们又介绍了 政府单位特定业务的 会计核算 包括 单位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 财政拨款收支业务 非财政拨款收支业务 预算结缓 结余 及分配的业务 净资产业务 资产业务 负债业务 还有PPP项目合同 还有部门单位 合并财务报表 然后我们又介绍了 民间非盈利组织 包括捐赠业务 受托代理业务 会费收入 业务活动成本 还有净资产 那本章的内容 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呢 大家在掌握本章的时候 就按照客观题 去掌握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注册会计师 会计基础班的全部内容 祝大家顺利通关 加油 谢谢各位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